冬天来武台山 去哪里参拜风景好看 上午 菩萨顶 灵救风之巅的菩萨顶 为武台山藏庙之首 清代皇家行宫 琉璃屋顶在阳光的照耀下 金碧辉煌 海拔高阳光澡 适合第一站参观 日出时间八点半 显通寺 武台山首座寺院 为武台山清庙之首 近两千年历史 历代朝山者的圣地 文物瑰宝众多 寺院庄严 著名的建筑 有无良殿 千波文书殿 以及纯统打造的铜殿 塔院寺 大白塔所在寺院 除了巍峨的大白塔 寺内还有 华藏世界转轮藏 陆居纪念馆 以及山海楼 镇海寺 远则有望而 不厌更尽之 连乾隆皇帝 都流连忘返的镇海寺 即使冬天 四周的松树也郁郁葱葱 这里有张家国士塔 南向观音 以及满院的红色祈福带 日出时间九点 日落时间十五点半 上午下午参观都可以 下午戴罗顶 作为坐东朝西的寺院 这里适合下午阳光照射 天气暖和的时候再攀登 来这里主要参拜五方文书 而要上去 你得爬1080级台阶的大智路 时间40分钟 日落时间十七点 大宝寺 作为山外的寺院 适合进山前 或者离山时前往 眼中金光灿灿的正觉宝塔 好似异国风味 作为舞台山最大的金刚宝座塔 这里吸引了众多的游客前往 日落时间十六点 晚上广化寺 夜幕落下 广化寺的灯光璀璨耀眼 如同灯塔一般照亮了天空 即使冬天也正常开放 冬季亮灯时间 17点半至21点